檢方偵辦精華成案 那麼在第一時間他們態度就是希望可以收押柯文哲 而當時敵度是被臺北地院資深法官 朱家儀給駁回申請 那麼檢方今天再接再厲 剛剛稍早傍晚五點鐘 一定向地院提出抗告書 未來如果抗告成功的話 整個流程當中高等法院發回根材 而下一個審理柯文哲積押題的法官 將不會是朱家儀 吳寶請回那天柯文哲走出地檢時 除了向徹夜等待的小草門喊話 還特別感謝法官朱家儀 但這場司法攻防戰尚未落幕 柯文哲恐怕還不能安心得太早 柯文哲遭裁定吳寶請回 檢方揚言再提抗告 假如抗告成功將二度召開擠壓庭 但到時候的法官將不再是朱家儀 北院強制處分庭 共有五名庭員 除了鄰谷朱家儀外 還有其他四名法官 依分案規則 朱家儀已做成柯文哲 吳寶請回的裁定 如果重開擠壓庭 他必須迴避 由另外四名法官審查 會是誰負責 就要看高院發回根材的時間 輪誰值班 檢方深壓才准與否 分案法官的新證很重要 案子一開始是從搜索開始發動的話 那因為搜索票是法官合法的 所以表示檢察官 他一定有提出相當的試證 決定是否積壓的這件事情 跟搜索他其實是不同的構成要件 那他的強度也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並不代表說 法官同意搜索了 那後續法官就也會同意積壓 精華塵案沒到結局 柯文哲還不算全身而退 但現階段建方需提出更有力試證 才能在接下來的漸變攻防上 贏得勝利 接著林文順盈 臺北財富的